好,再来我们看一下边角关系的第二题 它说这个Root图 四边形ABCD中 角A是53度 然后角ABD是40度 然后呢,角DBC DBC,这里85度 角C会是66度 则呢,线段AB 来,我们来画一下 线段AD在哪里,这里 再来线段BD BD在这里 再来线段CD CD在这里 要比较这三段的大小关系 那我们来看看 因为这个边角关系必须要在同一个三角形 所以我们先一个一个三角形来看 我们先看左边这个ADB 在三角形ADB中 大角对大边嘛 那我来看啊 角A是53度 角B是40度 角A大于角B 所以 它的大角对过来的大边 也就是BD 会大于AD 好,这个BD跟AD的关系我就求到了 好,再来我们看右手边这个三角形BCD 三角形BCD中 一样嘛 大角对大边 这个角B是85 然后角C是66 所以角B会大于角C 那大角会对大边啊 那换句话说 角B对过去的CD 会大于BD 好,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二个式子 现在有一号式子跟二号式子 二号式子告诉我们说 CD会大于BD 然后一号式子又告诉我们说 BD会大于AD 所以我们假设 一号跟二号式子 不等式啊 给合并起来 就会变成CD会大于BD BD又大于AD 因此啊 我们就把三边的关系给找出来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题 它其实也是这个 大角对大边的一个简单应用 只不过说它有两个三角形 这两个三角形又共用了一个边 透过这个边呢 我们就可以把三个边之间的关系给找出来 就这么简单而已 芬芬娱 6 6 9